讲这个什么手指关键康 那么我们去学习这个第二堂理论课之前 我们先去想一想 我们在第一堂理论课里面给大家去讲到的一些知识点 那么我们说手疹手疹嘛 对吧 这个尤其你看手疹它是属于什么 我们说中医整病里面的很好的一种方法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都知道 说中医他整病的情况下 他一定要把握好一个点 讲究什么 讲究平衡 所以把握好这个平衡 那么在这个什么你学习手疹上 可以对你起到很大的一个助力 就是我们所长的这个什么 我们说了这个手 手上是我们什么五脏六腑的一个投影点 有它的一个全息 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手 看颜色 看形状 看大小 看我们上一堂课给大家去讲的理论课事 说大小胖 什么胖瘦软硬 包括颜色 通过这些 来可以诊病 那其实前面所讲的这些 是不是啊 你像我们这个第一堂理论课里面给大家去讲的啊 说这个什么 讲到手的这个什么大小 胖瘦软硬 都是属于什么 都是给大家去讲的是失去了平衡 也就是说不正常的 因为平衡应该是属于什么 你比方说我们说的这个 手大 一定你看个子比较大 相对来说手比较大 但是你看他出现了失衡的状态 人如果说个子小 但是相比较而言手大 这就是属于一种病理 对吧 所以同样的 我们把上一堂课给大家去讲到的这个理论知识 你只要去记住了 你再然后去想一想 一想 只要是出现了这个什么 过的这个情况 一般就提示出现了抗净 那如果说是出现了不足的情况 那就是属于什么 就说他不急了 那一般出现的是一些什么 虚的这个增厚 同样的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去讲这堂理论课的时候 那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什么 手指这一块 我们再去了解一下我们手上的一些知识 那手指观健康 这里就是属于什么 这就是我们要再具体一些了 不像我们说 给大家去讲手大手小 手胖 然后手瘦 软硬 包括他的什么 肝尸各方面 能够体现人 他的这个身体 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今天给大家去讲到什么 再具体一些 讲到的是我们的什么 手指 手上的一些局部性的东西 因为局部 是可以反映整体的 就像我们的整个手 是可以反映我们人体 同样的 我们的这个手指 它也是可以什么 也是可以反映我们人 这个 你的这个相关联的一些脏腑 你的身体哪里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什么 看一下手指上的一些附属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指甲 指甲因为是属于什么 我们手上 尤其是我们手指上 相对来说是属于什么 特别重要的 那么说到这个指甲 我们得知道 这个标准的这个手指甲 标准的手指甲 是长的什么样子 一般来说标准的这个手指甲 首先 从它的总体的这个面积来说 一般它是属于什么 我们说是属于什么 横与重 也说宽与长度相比 一般是属于什么 3比4 但是这里 大拇指是除外的 不包括大拇指 也就是说 我们这些指甲 这是宽 这是宽 然后这个是长 这里的长呢 大家要知道是包扰到什么 最高点是包扰到我们的这个手指 能包扰到我们的手指这一块 以到这里为准 你不能说我留了那么长的指甲 说这你看 我这指甲偏长了 这是属于什么 不是这种来论的 一定是能够包扰到我们的手指的 什么最顶端这一块 包扰到肉 这种按它的这个横与重相比 3比4 这个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比例 当然了不包括大拇指 而且我们还要知道 其实呢 我们这里没有写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整个指甲 它的这个长度 一般来说 大约是相当于 我们的手指第一横截纹的二分之一 大概是相当于 你看这是一个手指甲 相当于我们手指第一横截纹 它的一半 这种才是属于正常的 那么正常的这个手指甲 我们给大家去说了 一般来说 它的这个是横与重相比 是3比4 那除了这个是属于什么 它的这个横与重的比例 这一块 另外的情况下 这个正常的这个指甲 一定是属于什么 颜色是属于粉红色的 并且呢 你一看 光泽度比较好 这里的光泽度是属于什么 很自然的 很正常的光泽度 一看 尤其是我们在光下一看 它可以是属于什么 能够反光 不是属于那种什么 你凸出来的这种 那种就是属于什么 不正常的 颜色是粉红色 支甲看起来是属于 比较润泽的 一看 气色比较好 那如果是属于这种的支甲 那么提示这个患者 一般来说 就是先天的素质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说遗传比较好 这种的患者 一般来说 身体 包括他的这个心理 各方面都是属于比较健康的 而且这种的患者 一般来说 他的这个什么 相对来说 他的这个智力发育 各个方面也是属于比较好的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标准的这个支甲 既然了解了标准的 目的是属于什么 就是你得看什么是不标准的 那不在这个范围的 一般来说 失去了偏颇 这种就是属于不标准的 那不标准的 作为我们中医来说 它是不是 我们说 失去了平衡了 过了 过了的情况下 那一定提示出现了 也什么 那就容易提示出现病例 提示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 一个标准的支甲 看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超过了这个 限度范围 那出现的这个 是属于什么 它的这个比例范围 横比重 也就是它的这个宽度 比它的这个长度 大于了这个 什么 不是这个三比四了 你比方说 大于了三比四 一般来说是三比五 三比五 就像我们这个后面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个图片 这种是属于什么 叫长支甲 大于了三比四 很明显的就一看 这个人的手支甲 过于偏长 如果是属于这种的患者 在临床当中 这种人一般来说 都是属于什么 思虑问题比较重的这种人 大多都是属于脑力患 脑力患者 而且像这种的患者 一个是自甲长 我们还可以说 这种的患者 一个自甲长 另外它的这个什么 手指也偏长 所以从这里 我们要知道 长支甲的这种人 脑力劳动者偏多 考虑问题考虑的比较多 这种人一般来说呢 相对来说 比较内向一些 而且呢 一般来说是属于比较敏感 但是我们得知道 你看 手指甲过长 手指甲过长 然后手指也过长 思虑问题过重 脑力劳动者 那我们再去结合上 我们学中医的时候 给大家去讲的 讲这个什么 讲大小五行的时候 说这个经常思考的这个人 是不是会伤痞呀 经常思考问题的人会伤痞 所以在临床当中 如果你看到长支甲的这种人 一般来说 啊 这种人不太胖 大多都是属于什么 比较瘦弱的 那为什么 思伤痞 痞味功能不太好 而且呢 啊 由于痞味功能不太好 所以呢 他的气血的转化能力 啊 也会受什么影响 啊 所以这种人呢 一般来说 啊 看起来就是属于什么 因为脑力患者嘛 啊 所以给人的这个什么 给人的这个感觉 是属于阴气偏盛 那也说 啊 阳气不足 啊 所以这种患者 一般容易出现什么 精神相对来说 欠佳 啊 然后容易出现 疲劳乏力 而且呢 容易出现这个什么 脑供血不足 啊 容易出现 头晕 头痛 失眠 啊 还容易出现这个什么 呼吸系统的问题 那 从这里啊 你就可以得出了啊 就长指甲的这种人 包括手指长的人 啊 因为在临床当中 啊 很多的患者 包括我们这个 昨天 给大家去看这个什么 我们同学很多的 这个手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求大家啊 你这种去拍 啊 一定是属于什么 正常的这种去拍 啊 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去拍的情况下 看着什么 手指太短了 啊 但是有的人是属于什么 这种去拍 按照我这个角度 这这种去拍 那就看着手掌太长了 啊 他这个是属于不标准的 你这种啊 我们一看 哎 你的手指和手掌 他大概的比例 因为手指长的这个人 和什么 手指甲长的这种人 他的这个手指就比较长 啊 所以呢 长指甲的人和长手指的人 他的这个性格 可以说是一致的 啊 啊 所以这种人一般来说 都是在临床当中 啊 都是思 什么 思维能力相对来说 是比较强的 啊 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 也都是容易出现这个什么 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 啊 并且这种人一般来说 都是属于什么 啊 很多人容易出现多愁善感的症候 啊 为什么 啊 已经说了 啊 这个是属于什么 看思虑过重 那么所以容易伤痞 容易引起消化系统的问题 那思虑重的人 这种人通常容易什么 多愁善感 多愁善感的人 容易什么 我们说忧伤 容易忧伤肺 啊 肺是主呼吸的 你看 这就是属于什么 你要关联起来 啊 关联起来 你这里就能给这个患者去推 而且呢 像这种的患者 大部分你去看一下 啊 这种的患者一般来说 手掌大多是偏白 啊 或者是属于什么 啊 相对来说就是浅红色 啊 浅红色 不是属于粉红色 大部分为什么 气血不足 啊 是属于这一种 啊 我们大家以后可以去论证一下 尤其是随着后续 啊 我们给大家去讲到一些什么 十四线 给大家去讲到一些三角的定位 包括八卦啊 手上啊 九宫八卦这一块 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啊 这种的人 而且一般都体现出来是属于什么 他的二线 头脑线 相对来说都是属于偏 长的啊 就超过了正常范围 并且呢 很多都容易什么 依附于三线 啊 很多容易依附于三线 啊 在临床当中 这种的患者 一般来说啊 这个什么 他的这个情字这一块啊 相对来说都不够舒展 不够乐观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什么 长指甲的这个患者 啊 这就是属于什么啊 偏了 那过长了啊 那么除了过长的 那么一定是有的 这个患者是属于什么 相对来说 他就啊 过短了啊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什么 短指甲 那短指甲 他就是属于什么啊 他就是啊 小于这个三比四了 小于三比四 甚至于有的人是属于什么 他的这个指甲 横向的宽比较宽 但是长比较 不长 挺短的 啊 临床当中 我们经常有看到啊 这种人啊 他啊 挺宽啊 指甲挺宽 但是长度不长 比较短 啊 这种叫什么 叫短指甲 那么我们大家去想一想啊 相对来说 在临床当中 这种短指甲的人啊 一来一般来说是属于什么啊 比较直接 反应比较快 啊 他反应能力比较快 而且呢 这种人大部分都是属于什么 比较实干的啊 但是就是因为这种人反应比较快啊 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心直口快啊 心直口快的人我们去想一想啊 这种人通常是属于什么啊 就比较急躁啊 脾气相对来说比较急躁 啊 这种人一般来说容易患一些什么啊 容易患一些心脑 血管方面的病啊 包括容易出现神经痛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风湿性的关节炎 啊 这个是我们大家要了解的啊 你看反应力比较快 比较实干啊 就反应力比较快啊 所以这种人呢啊 脾气暴躁 脾气暴躁 你看啊 这一块的话 一生气啊 对他的这个什么心脏这一块的影响比较大 对他的这个什么神经这一块的影响比较大啊 所以这种人容易啊 出现心脏病或者是神经痛啊 并且呢啊 有一部分啊 这个患者还容易出现这个什么风湿性的关节痛啊 这个是我们是不是什么啊 要了解的啊 简单去了解一下 在临床当中啊 首先你得知道正常的这个指甲是属于什么范围 一般是属于什么啊 三比四宽比长啊 或者说横比重啊 这是属于正常的这个指甲 而且我给大家去说了正常的这个指甲啊 没有写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般来说整个指甲的长度 大约是占到我们的这个什么啊 我们的这个指甲啊 第一节啊 手指的指甲横纹的二分之一 啊 这种人啊 相对来说如果说是属于三比四的啊 然后看起来这个啊 手指甲又比较润泽啊 颜色是粉红色的 这种的人一般来说都比较聪明啊 反应力各方面也比较好 遗传比较好 身体心理各方面啊 都是属于相对来说 属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啊 临床当中啊 如果说这个患者是超过了这个范围啊 他的这个宽相对来说呢啊 不太宽 但是长度比较长啊 你比方说是属于三比五啊 这种呢就叫长指甲啊 一想长指甲这种人啊 我们一想爱这个人啊 说真漂亮手啊 有一双修长的手啊 尤其他的手指比较长啊 我们通常去想一想 你看在生活当中 这种的人一般来说是属于什么啊 脑力劳动者比较多 脑力劳动者比较多 所以这种人啊 很多都是属于什么 思维能力比较强啊 但是就是因为他思维能力比较强啊 所以这种人呢啊 容易出现什么 容易出现啊 他的这个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 为什么脑力啊 脑脑脑 脑脑脑 啊 因为脑是主直的 所以脑 思绿重了容易也是脑脑 所以这种患者脑胃不好 消化功能容易出现问题 而同时呢 这种人啊 因为他的支架比较长 啊 这种人还容易是属于什么 思考问题过重啊 就容易导致产生什么 多愁善感 所以呢啊 这种多愁善感的人 就容易什么 悲伤 容易就是说 悲秋 敏春容易出现这种 所以这种的患者 还容易出现呼吸系统的问题 并且我们给大家一说 说指甲 整个指甲的长度 大约是相当于我们的 手指低节横纹的一半 所以长指甲的人 一般来说 他的手指就比较长 所以长指甲的人和手指 比较长的人 都是属于同一个性格 都容易出现什么 同样的这个病 那反过来同样的 这个短指甲的这个患者 这种的患者一想 他指甲比较短 一般来说是属于什么 他的这个宽比长的这个比例 不到三比四 一般来说呢 有的甚至于是属于什么 比较宽 长度比较小 是属于这种 这种叫短指甲 你想短指甲 你看我们手指的这个末端 是属于什么 我们气血 最难到达的地方 但是它很短呀 相对来说 气血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到达 所以这种人一般来说 相对来说就容易什么 反应比较快 这种人一般来说比较实干 但是呢 这种人一般来说 你看到的快 就像我们说 开车一样在路上 这个路是属于什么 相对来说比较直比较短 这个车很容易就到了 所以相对来说 可能就体现出来是属于什么 比较急速 所以这种的患者 一般来说 容易出现脾气比较暴躁 脾气比较暴躁的这种人 是不是 容易出现这个什么 心脏病 神经痛 然后再需要记住一点的是 这种的患者 还容易出现什么 风湿性的关节炎 这个是我们属于什么 要了解的 正好长指甲和短指甲 对照起来去记忆 这是给大家提到的指甲 同时又给大家去讲到了 我们的这个通过指甲 我们可以推论出来 我们的手指 同样的短手指的人 手指比较短的这种人 也是比较实干 反应能力 一般也是属于比较强 脾气一般来说 也是比较暴躁 容易出现心脏病 神经痛 这个是属于什么 就你有此级别 你得知道 这是给大家去讲的 这个什么 短指甲 那看完了这个指甲 我们再来看一下 指甲上面的 比较重要的 是属于我们的什么 半月痕 同样的 你得了解 什么是属于正常的 你了解了正常的 你就知道了 哪些是属于不正常的 那半月痕是属于什么 是不是我们手指上的 这个什么 小月牙 现在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我鼠标放到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小月牙 那小月牙 我们也叫什么 也叫 小太阳 说到这个 为什么叫小太阳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去说一下 小太阳是属于什么 我们说是不是提醒的 显示的是属于什么 人的阳气 所以我们的半月痕 其实也是提示人的这个什么 阳气的虚衰 这里主要体现出来是属于什么 人的圣经 你圣经足 这个人 他的活力就比较旺 我们说这个人的阳气就比较盛 那么半月痕 你得知道 首先从数量来说 你看十个手指头 对吧 十个手指头的情况下 半月痕的数量 一般来说是占到什么 八个到十个 如果说 小指没有 有的同学说 我两个小指是没有的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 你看我大拇指 十指 中指 无名指都有 首先从数量上来说 八个到十个正常 你不要说 有的同学说 我好像就八个不正常 都是不是十个都要有 不是 八个到十个属于正常 另外 按照他的形态的大小来说 一般来说 半月痕 占到整个指甲的 同样的这个整个指甲 还是属于什么 就是我们的顶端 能够是属于什么 包扰住我们的这个肉 就是包扰住我们的手指头 这一块 这是到他的这个什么 这个指甲 你不能说我 还是我们说的 这个网上留了好多 不是这种算的 那么他的这个形态的大小 一般是能够占到 我们整个手指 它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 一般来说 你超过四分之一 太大了 超过四分之一 就太大了 这是说数量上 八个到十个 形态上 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 超于超过四分之一 或者是小于五分之一 都是属于不正常的 另外颜色上 颜色的话 是属于奶白色 越白越好 如果说一个患者 他的这个什么 他的这个半月痕 八个到十个 并且大小是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 而且是奶白色的 这个患者 他的体质是属于什么 相当好的 相当好的 那你比方说 像我们图片上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他这个图片 你看这个患者是属于什么 典型的十个小月牙 而且呢 他的这个月牙长得很好 奶白色的 而且他的这个大小呢 你看 基本上就是属于什么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 是属于什么 特别标准的这个半月痕 这个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说一下 十四岁 十四岁之前的这个小孩子 如果说没有半月痕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 为什么小孩子 他的这个是什么 圣经没有发育完全 所以没有半月痕 正常 没有半月痕是属于正常的 不要说看小孩子的这个手 小孩子的手和大人的手 某些方面不是相通的 某些方面不是相通的 因为你比方说在小孩子手上 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十三线 那不一定代表这个孩子 他是有肿瘤 那只能说是提示 这个孩子有可能有这个家族 这一块 有这个遗传史 但是不代表他有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同样的 我们说半月痕 十四岁之前的小孩子 如果说没有半月痕 正常 你不能把它归结为异常 当然了 我们还要总体上 结合起来去看 这是了解的正常的这个半月痕 这个要求大家理解 而且我们给大家去说了 半月痕 称为小太阳 提示是人的阳气 同时呢 它主要是属于什么 我们人体圣经的体现 所以你这个半月痕越白 提示你的圣经 质量越好 那如果说你的半月痕 是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 并且是十个 说明你的圣经很充足 而且这个不丹充足 质量很好 是属于这一种 这样的人一般来说体质很好 相当于是属于什么 就像我们平时说的 这是一个车加满了油 就像一个人 我现在我的这个什么 我身体 我的这个家里有很多的这个存款 对你个人来说 你的这个什么存款是 绰绰有余 你应用于你日常的这个应用 那么我们这个小月牙就能提示 你体内可以什么 供你用的一些资本 这是属于什么 身体健康 很健康的一个象征 那么正常的 那不正常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不正常的 那在临床当中 是不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人 会出现什么 月牙过少了 月牙过少了 少什么叫过少 那最基本的 它少于了八个 这是从数量上来说 有的人可能是属于什么 我还有六个 或者有的患者是属于什么 我只有两个大拇指 还有这个月牙 我的别的手都没有月牙了 这个月牙 你过一段时间你看一看 如果说你最近经常熬夜 或者说呢 你最近生病以后经常吃一些什么 经常吃一些泄火的药 那这种情况你看一看 你的这个半月痕 显得是属于什么 原来你看六个 或者说呢 各个方面还比较正常的 但是这一段时间 一熬夜 然后再吃一些 这个清火的这个药 或者是吃一些抗生素类的东西 你看一下月牙 很容易 你六个可能变四个 或者变成三个了 那还有的是属于在临床当中 有的患者是属于什么 甚至于好像都看不到月牙 那如果是属于这种的话 这种就是提示这个患者是属于什么 体内的阳气严重不足 我们说了 半月痕 小月牙也叫小太阳 提示的是你体内阳气的胜衰 也是提示你体内 是吧 你的精气的胜衰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圣经 所以半月痕什么 很少或者是没有的 体内的阳气太虚了 体内阳气虚了 阳虚我们说什么 阳虚生内寒呀 所以这种患者容易出现什么 怕冷的这个真猴 而另外的情况下 肾经嘛 它提示的是你的这个精气的虚衰呀 你想想你肾经 现在已经提示出现了什么 透支 你就想你开车 你开车的情况下 你比方说还剩下油 还剩下底油 这个时候是不是车要给你提示 你要去加油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的这个什么 半月痕很少 又变得很小的情况下 这就相当于 你的这个底油不足了 你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 慢慢在处于一个透支的状态 那既然是透支 这种情况是不是 你的丈夫的功能 相对来说就什么 很低下 你丈夫功能出现亏好 那这种的患者 他的这个什么 气血一个是运转不好 而另外呢 他的这个运行相对来说也慢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来说 容易出现什么 疲劳乏力 精神不振 同时呢 容易出现什么 怕冷的症候 而且呢 他的这个吸收转化能力都比较差 体质出现了下降 体质出现了下降 这是属于什么 我们在透支自己的身体 那如果说出现寒底型的 如果是出现了寒底型的 这种的患者 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 平时 首先说不能熬夜 另外 是属于什么 我们说了 少吃这种轻火的药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 对自己的体质不了解 因为很多的患者是属于什么 阴虚 我们要知道阴虚生内热 对吧 阴虚但是他也是虚 阴虚的患者应该是属于什么 要滋阴的 不是一味的轻火的 死火的这个患者 他适合轻火 阴虚的是属于什么 你可以适当的轻一轻 但是重点是属于什么 要滋阴 你滋的阴 然后这种 你滋阴上来了 自然他这个内火 虚火 他慢慢就下去了 但是很多的这个患者 是属于什么 本身阴虚 不了解 一味的吃一些轻火的药 那这种的情况下 经常吃一些寒凉性的东西 或者 那这种 它会导致你的这个什么 体质下降会更严重 你的小月牙会属于什么 会消失的更快 那最好的这个方法 就是属于什么 做爱揪 最好的方法是属于做爱揪的 那当然了 你也可以晒晒太阳 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季节 在这个什么 在玻璃跟前 是不是 家里一般有的人 有这个落地窗 或者是这个阳台 这一块 你可以适当的去晒晒太阳 不要过 最好就是属于什么 最好就是做爱揪 效果是最好的 那前几天 我记得有同学 在这个直播间里 说我一直在做这个爱揪 但是我这个小月牙 没有补上去 我们去说一下 爱揪一定是属于最不扬的 补小月牙一定是属于最好的 但是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说伤害这个小月牙 熬夜 你不能说我边什么 我边爱揪 边熬夜 另外 重狱 重狱是属于很伤小月牙的 为什么我们说的 这是属于圣经 所以重狱的情况 最伤什么 最伤你的经 尤其伤你的这个圣经 同时就是我们说饿的 吃一些什么 清火的药 吃一些苦寒的药 另外包括一些饮食上 不要老是吃一些肥肝后味的 包括吃一些什么寒凉的 这些东西是属于很伤你的阳气 很伤你的经的 这是我们说的 不正常的这个小月牙 寒底型的半月痕的数量过少 或者是没有了 或者是这个小月牙太小了 小于五分之一 这些都是属于不正常 都是提示出现了不足的症状 寒底型 那有寒底型 那与之相对应的 那一定是有什么热底型 那你看寒底型的是属于什么 小月牙太小了 太少了 那热底型的 那一定是属于什么 那就是小月牙过大了 什么叫过大了 我们说了大于了四分之一了 因为正常的就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那大于了四分之一 过大了 另外呢 就是数量 一般来说 有的人是属于什么 这个小月牙比较大 同时呢 它的这个小指这一块 还有这个半月痕 因为我们说了 正常的数量是八个到十个 你十个没事 像我们这个正常的 你十个没事 你的这个范围是属于什么 你的大小是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之间 但是你呢 你大于了四分之一 同时呢 又连着这个小 什么小手指也有 这种呢 都是提示是属于什么 过了 这种就属于叫什么 热底型 那当然了 有的同学说 我小指没有 但是呢 我这别的几个 确实特别大 比一般的这个人 半月痕都大 大于了四分之一 我看有三分之一了 这种也是属于热底型 也是属于热底型 所以像这种的 热底型的半月痕过大了 或者是连着什么 不光半月痕过大 同时连带着小手指也有半月痕 这种的患者就是体内什么 那就是阳气过剩了呗 对吧 因为半月痕本身提示的是阳气 所以阳气过剩 同时也提示这个患者呢 肾经特别足 肾经特别足 相对来说 脏腹的功能是属于特别强壮的 身体的数字也是很好的 那有的同学说那多好的 但是 我们得知道 中医说讲究平衡啊 过于不及都不好 热底型 你看你的半月痕过大了 而且我们说 它是属于肾经的一种体现 那么我们还要知道 我们说经血可以互化 经气也是可以互化的 那如果说它过大了 在病例的情况下 你看经气可以互化 那这种的情况下 脏腹的功能特别的强 那这种的患者阳气很胜 阳气很胜 气胜 我们说就气有余 过了嘛 气有余则为火 那所以这个患者 他就容易出现什么 体现出来上火的真猴 体现出来什么 抗净的这个真猴 就过了 所以这种的患者 一般来说 容易出现什么 上火 容易出现烦躁便秘 并且这种的患者 一般来说 出现一些什么 我们说的抗净的这个真猴 所以呢 容易吃得多 而且呢 不怕冷 阳气过剩了嘛 所以呢 阳气过剩 你看我们阳气 阳主什么 阳主动的 所以这种的患者 一般来说 他就不太 他在那里坐不住 好动 同时 像这种的患者 尤其是 一旦稍微年龄大一点 一定要引起重视的是 这种的患者 通常容易出现什么 高血压 尤其是 肝痒上抗型的高血压 平时脾气很暴躁 容易出现高血糖 而且呢 这种的患者 特别容易出现中风 特别容易出现中风 我们去看一看 临床当中 可以说很多的这个患者 只要是他的半月痕 过大的这种患者 基本上 我们说80%到90% 有这个什么 家族 遗传性的高血压 都是由于什么 肝阳上抗所致 那如果说在临床当中 有的患者 半月痕 特别大 再一看 他的这个二线和三线的夹角 又特别高 就中间 没连起来 但是这个什么 二线夹角特别高 起点特别高 这种患者毋庸置疑的 肝这一块一定是有问题 一定存在肝阳上抗的症候 这种的患者 一般来说脾气 一定是属于特别暴躁的 很容易出现中风 那如果说 他的二线 三线这一块 某些在存在一些断裂 一定会出现中风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热底型的 过了 这个要记住 你过了 就是出现抗电的症候 所以这种患者 就容易上火 上火他就不怕冷 这是属于不正常的 我们说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个寒底型 一个热底型 就是一个是寒底型 一想阳气不足 圣经不足 热底型 阳气过剩 圣经相对来说比较俗 但是在病例情况下 容易出现高血压 容易出现中风 这种 另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种是属于什么 有的是属于什么 寒热交错型的 那这种的话 在临床当中 现在可以说是属于最多的 一般来说呢 我们很多的这个人 包括这个热底型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脏浮功能出现 什么虚衰以后 很多人是由这个热底型 他慢慢在什么 在转 像这个寒形在转 就阳气慢慢 他也会越来越什么 亏好 但是 现在随着这个什么 随着这个生活 不断的这个什么 变化 那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年轻人 他的这个作息不规律 方方面面都出现了一个改变 经常熬夜呀 晚上不睡呀 白天不起呀 另外的情况 现在是属于什么 晒太阳 相对来说比较少 同时呢 平时的这个工作压力 各方面比较大 所以导致现在的很多的患者 他就出现了这种 什么寒热交错型的 也就是属于什么 半月痕 半月痕我们知道 这个上面 这是属于他的这个边界 出现了这个什么 模糊不清 出现了模糊不清 颜色呢 逐渐接近于我们 指甲的这个颜色 逐渐接近于 指甲的颜色 那像这种的 就属于什么 寒热交错型 或者我们也可以 把它称为什么 阴阳失调型 这个是属于在临床当中 相对来说 是属于比较多件的 基本上现在是属于什么 只要是30岁左右 30岁左右 或者甚至于有很多是属于什么 25岁以后 你去看一下这个患者 尤其是他的这个 作息规律不好 你去看一下 80%能占到 那你更不要说 现在一些老年人 相对来说是 更多件 这种是属于在临床当中 相对来说 最常见的一种 那这种的话呢 就是属于什么 我们说由热变寒 精力出现了衰退 就是他的这个什么 小月牙 其实慢慢相当于是属于在消失 在转变 所以也就提示 他的体内的阳气越来越虚衰 脏腑功能 亏号的越来越厉害 这是属于我们说的 这个寒热交错型的 这种的半月痕 另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属于什么 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 说这个半月痕的颜色 半月痕的颜色 我们说了半月痕的颜色 一定是属于什么 奶白色最好 那因为奶白色是属于什么 奶白色提示这个患者 他的这个肾 肾经比较足 质量比较好 那既然肾经比较足 质量比较好 那这种的患者 他的这个什么 身体各方面就很好 很强壮 体质好 因为肾是先天之本嘛 你的这个小月牙 已经透露出来了 你的这个金足 而且精的质量很高 所以这种的人就身体好 并且身心各方面 是属于比较健康的 这是属于最好的 作为这个半月痕的颜色来说 属于最好的 健康的正常的 那反过来 如果不是奶白色的 那这个患者就提示什么 出现了一些病理 出现问题了呀 那我们来看一看 不同的这个颜色 提示这个患者 哪里出现了问题 那如果说 这个患者 他的这个半月痕出现了什么 灰白色 你看不白了 不是奶白色了 灰白色 那如果说是 灰白色的情况下 那就提示 就像是属于什么 有杂质了 对吧 你看正常的情况 他奶白色都好的 看起来就比较纯净 质量比较好 但是出现了灰白色 就像参进了杂质一样 所以 这也提示这个患者 经弱 那经弱的情况下 这种的患者 他会影响到 他的这个什么 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 影响人体 他的这种转化 那像这种的情况下 患者容易出现什么 容易出现贫血 容易出现疲倦乏力 体质下降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在临床当中 如果说这个患者 他的这个半月痕 出现了灰白色 你想就相当于是属于什么 进杂质了 不存了 那这种就是属于一种病理了 这种的患者容易出现贫血 那经血是可以护化的了 那你看你这个什么 经里面出现杂质了 那你导致这个血 相对来说它不存 所以对于这个什么 脾胃这一块的 这个消化吸收功能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种的患者 就容易出现疲倦乏力 容易出现体质下降 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 那除了我们说了 有灰白色的 那还有什么粉 粉红色的 我们说指甲是粉红色的 是属于比较好的 但是半月痕如果出现了粉红色 那这种的情况下 那就是提示特别不好 那这种的情况下 一般出现这个什么 粉红色的这个半月痕 有的同学说那我看 我还是白的呀 但是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边界不清了 边界不清 接近于假色 那这种的情况呀 我们再一看这个半月痕 也不是奶白色 透着隐隐的粉 这种就是粉色 那像这种的情况下 我们说和假色 和我们的这个指甲的颜色 界限越来越模糊 那这种的情况下 提示患者 他的脏腑的功能 出现了下降 那体力消耗那相对来说 就属于比较大 这种也是属于一种透支 也属于一种透支 并且呢 这种的情况下 多提示这个患者 容易出现什么 内分泌失调 容易引起糖尿病 这个是我们什么 要了解的 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 这是属于什么 粉色的容易出现 内分泌失调 容易引起糖尿病 另外 还有的是属于什么 紫色的 然后有的患者 他的这个半月痕 出现了紫色 泛着隐隐透着这个紫色 那有的同学说 我现在看不来 你慢慢的你多看 多看你慢慢就看来了 我们建议 你学完这个手诊以后 我今天学完了以后 我自己就可以去实地去看一看 经常我去摸一摸 摸一摸 看一看这个人的手 然后你去验证 基本上用不了多少 你多看几个人的 你慢慢你的这个经验就出来了 理论加上时钞 进步是很快的 那紫色 我们要知道 在中医里面 紫色一般提示代表的是属于什么 是不是血鱼 紫色代表的是血鱼 同时呢 我们还要去想一想 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紫色 一个人你看 憋着这个脸发紫 是属于什么 缺氧了 缺氧了容易出现 这个面部发紫 身体容易出现发紫 同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什么 出现了这个瘀制的情况 在中医里面 所以如果说这个患者 他的半月痕出现了紫色 同样的 也是提示这个患者出现了什么 气血瘀制 另外提示这个患者是属于什么 气血瘀制了吗 这种的患者 他的血黏度相对来说比较高 因为有瘀制 所以他的这个血液里面 就容易出现什么 血黏 容易出现血黏 所以像这种的患者 很容易出现什么 心脑血管病 很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病 同时呢 也提示这个患者是属于什么 他的供养不足 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紫 一个是气血瘀制的情况下 另外一个来说你看你想哎呀 憋着这个什么脸发紫 这个嘴唇发紫 我们都说哎呀 这种患者一般来说 是属于什么 有心脑病有可能缺氧了 哎呀 有可能缺氧了 所以啊 指甲上的半月痕出现了紫色 同样的心脑血管病 另外的情况下 提示是属于什么 存在缺氧的这个增后 所以呢 这种的患者容易出现什么 动脉硬化 容易出现动脉硬化 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 而且我们一定要学会套用啊 中医里面很多的都是可以套用的 紫色啊 在临床当中多提示出现的瘀 啊 多提示出现的瘀啊 你包括看手指手掌 颜色的时候也是 啊 给大家去讲啊 说一般看这个有紫色的啊 一般提示的就是有瘀 啊 总体一结合起来 啊 瘀的正后 那除了紫色的啊 还有什么样的啊 还有一种黑色的啊 当然了 这个是属于我们在临床当中 很少看到的啊 半月痕出现了黑色 黑色代表的是什么 黑色代表的是毒 啊 黑色代表的是毒 啊 所以如果说在临床当中 啊 如果说在临床当中 我们一般看到一个患者 啊 他的这个半月痕 如果出现了黑色 啊 发黑了 那这种的患者 啊 一般来说 提示他体内一定是有毒的 啊 一定是有毒的 啊 这种一般来说 在临床当中 有的是属于什么 啊 心脏病很严重 啊 那当然了 我们是要总体结合起来看 啊 我们一看啊 在这个患者 他的离位啊 你比方说有米自纹 啊 另外他的这个什么 他的二线出现了三个分叉 在中心点啊 或者说呢 在二线的末端 也有米自纹啊 或者是在他的方庭区啊 有丰自纹 有十字纹 这些啊 总体结合起来 或者加上我们什么 我们的根位这一块 啊 和我们的离位对起来 我们一看啊 这个患者是属于是吧 心脏病啊 就结合起来 我们说这个是属于什么 随着你后续不断的学习 啊 你学的多了啊 我们就说几个点 可以啊 总体啊 就论述这个问题 啊 这是属于什么 就像证据链一样 啊 好几个证据链 共同指向 这一个问题 这就提示 这个患者是属于什么 这个病 所以在临床当中 出现黑色的半月痕 一定提示是有毒 一定提示是有毒 这个你要记住 同时呢 在临床当中 很多时候 多见于是属于什么 心脏病 很严重的心脏病 你看都有毒了 它排不出来了 或者呢 是属于什么 大病 将至的患者 或者是属于什么 你看 肿瘤 那肿瘤 你看 一般来说 没小病吧 而严重的心脏病 也是属于什么 大病 而另外 在临床当中 就是属于什么 经常服药的人 或者是 药物 或者是重金属 出现了中毒 你经常服药 我们都知道 经常服药的情况下 会伤害到我们的什么 会伤我们的肝肾吗 除了对肝肾有影响 对肠道也有影响 对我们别的丈夫 也有影响 为什么我们吃进去的药 要过一个什么 肝手过效应 肝手过效应 那肝是来解毒的 对不对 但是肝解的毒 最后还要通过肾来解 肾为先天之本 肾 本肾慢慢随着年龄增长 它慢慢就在亏号 亏号 亏号 它最后还得来给你解毒 一旦超过了它的范围 解不出去了 而且我们的这个 字架上体现出来的 本身也是属于什么 和我们的肝相关 肝本身就来解毒的 我们的字架 给大家就讲过 字架是什么 字架是属于我们筋的一部分 对吧 我们字架叫什么 叫枣 说枣为筋之鱼 肝是足筋的 所以字架上的问题 主要是反映的是属于什么 肝上的问题 那在我们这里 我们更具体的去看 发黑了 半月痕 你的这个筋里面都有毒了 有毒素排不出来了 最后都是通过肾来排的 那这种的情况你看 基本上就属于什么 病情相当严重了 包括在临床当中 我们有的同学说 老师你看 我的手指甲上出现的 这个树纹也是发黑的 这种的我们比较多见 半月痕说 我没太看到有黑的 这种的都是属于 特别危重的人 特别危重的人 你在手上 你看个有个树纹发黑 这只能是属于什么 也是有毒 但是来说呢 还不是特别严重 提示干肾 他的这个排毒的能力 比较差了 你像有的这个患者 是属于什么 自己家的附近 有一些这个重工型的企业 就污染性特别强的 这种企业 污染性特别强的企业 它对水质有影响 人喝这个水质 对人也有影响 再加上这个患者 可能平时的时候 在经常服药 年龄再大一点 你看有的人 他的这个指甲上 出现了树的这个 黑的这个什么 重线 一看干肾的排毒能力 出现了问题 那这总体上 看到黑 要知道是毒 那有的同学说了 那我要看到 我自家上有一个黑点 自家上有一个黑点的情况下 一般提示是属于什么 脑部这一块的问题 我们给大家就说了 左手 左手的自家上 提示的是属于什么 右脑 右手的自家上 提示的是左脑 提示的是脑部 这一块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还要结合起来 一看我们的什么 中子这一块 是不是你看 再有一些青筋 那像这种的情况 有很多就是什么 脑部余制是属于 比较严重的 这是给大家去讲的 这个什么半月痕 啊 啊 谢谢大家